华为前雇员王伟金,否认从事间谍活动称自己无罪,华为在波兰华沙的办公楼,华为前雇员王伟金,否认从事间谍活动,称自己无罪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,而被波兰政府逮捕的华为前雇员王伟金星期五发表声明。 称自己是无辜的路透社报道说王伟金通过律师发表声明说,有关我在1月8日,被控针对波兰从事外国情报活动仪式,我在此严正声明我是清白的。 在波兰政府逮捕了王伟金和一名波兰的电信业人士后,华为宣布王伟金是因个人原因涉嫌违反波兰法律,而被逮捕调查的华为说, 该事件对华为的全球声誉,造成了不良影响,所以决定立刻终止与王伟金的雇佣关系。 波兰法院已决定对王伟金积压三个月,如罪名最终成立他将面临最高十年有期徒刑。 美国官员但多年来一直怀疑华为很容易帮助中国进行间谍活动,或成为破坏其他国家通信系统的工具, 而华为则否认会听命于中国政府。